美國人就是這樣子 像我去 因為我們剛剛去的時候 我有朋友跟我講說 反正你就是看你要每天給 還是最後一天你給多一點 這樣子也可以 那我們那時候就心裡想說 剛好我身上沒有小鈔 所以我就也沒有給小費 那真的會有差 差在哪裡 它也會讓你不知不覺 但就會讓你知道你沒給小費 比如說呢 我今天沒有給小費 我出去回來之後 然後被子呢 比如說你有放小費 他就幫你摺得很漂亮 哇塞 還有摺那個有樓梯的這樣子 可是你沒有放小費 被子摺成樓梯 要去哪 真的 他就是被子摺出一個樣子來 有個形狀花樣 對 然後摺出一個很漂亮的形狀 可是如果你沒有放小費的話 可能就只是鋪上去 然後毛巾都沒跟你換 牙刷 然後牙膏 都不跟你再換新的 可是我就心裡想怎麼會這樣 我朋友說你是不是沒有放小費 我說不是最後一天嗎 他說有的飯店他會 他那個清掃的人 他kimoji不好 因為他們排班的嘛 可能今天是我 然後明天不是我 那你沒有給我 尤其是比如說一些黑人的媽媽 他們需要小費多一點的時候 你沒給他就不會給你替換 因為他不是輪... 怕他不是連續幾天 對 他不是一直連續上 他們可能是pop time 還是你就留一個紙條說 莫荒 最後一天會給... 現在要這個爛紙條 都不一樣的人打手啊 你知道我曾經碰到這一種 就是我真的出門忘記給 然後回來就是會掃樣東西 然後你就必須要跟他要 然後你的窗口有一個紙條 對不對 我還沒要 最後一天給你 然後你就必須... 我還我急 你沒給 神經 這麼氣啊 然後你就必須要打電話給他 來他就給你小費 他就會用那種小技巧 對 然後不然就是你可能就是 以前我們想說 新加坡你拿行李 你印給他 他是 印不拿就是不拿 然後他會就是用 跑去那種 哪一... 跑去摺樓梯那裡嗎 跑去摺樓梯啊 新加坡是這樣嗎 我覺得那個人太老實了 其實你給的話我們還是會拿 畢竟是錢啊 所以到新加坡到底 要不要給你小費 對啊 其實他沒有強制性你給 但是如果你給的話 我們還是會拿 那美國就是你... 不管你今天有沒有... 而且他小費是分 不是你除了在房間之外 你請他拿行李 真的 就算你一個小小的一個背包 他也硬要走過來拿你的 硬要跟你拿背包 他就快做這題 然後後面都可以拿走 因為他拿走 幫你拿到房間 他可以拿到小費 對 就算是不必要來的 就算是不可能 你要不要再看 可以拿到小費 跟很難的 他應該拿到小費 頂部 其實不最有時間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